欢迎来到爱丽蒂小表妹的房间 不瞒大家 其实我是矮人族的一员 我小到大都靠着跟人类接物品为生 和我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这里 今天我一定要征求父母的同意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们矮人族已经所生不多了 只能住在人类看不到的地方来保护自己 亲密不远处就是父母的房间 爸爸 老妈 我来啦 哎 老妈怎么愁眉苦脸的 女儿 家里的方糖纸巾不够用了 又得让你爸出去借物了 老妈 这次就让我和老爸一起是吧 顺便学习建物的技巧 不然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有道理 若以后我们不在了 你还有生存下去的技巧 你老爸就在隔壁 老爸 原来你在这儿呀 什么睡衣傻傻笑 黑黑的小虫子 我最怕蟑螂了 快把他打死 一公子打死就完事了 走吧 老爸 家里的生活用品不多了 后来带我去介绍一介 我这根小牙签战斗力实在是低 去老爸的工作室看看有没有些厉害的武器 什么都没有 山穷水尽的 我还得考虑小牙签来保命吧 不好 小鱼儿快过来 我们的门口都给蟑螂老鼠堵住了 二话不说干哪 小蟑螂小老鼠来一只干一只 每次鸡沙还能收过些经验 还不错哦 总算是出来的 想要阻挡我出去的步伐是不可能的啊 冲冲冲 这里是人类的世界了 你不要到处乱跑 知道了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我当然不能忘记老妈交代的任务 收集糖和纸巾 哦 研制着小豆子 进入小门这儿厨房了 哇塞 这些东西我竟然都没见过 前面有个好大的房间啊 赶紧顺着楼梯下去看看 这么高的楼层慢慢来 不然摔下去赶紧成肉饼 第一时间寻找起放糖了 奇怪 桌子上有好多蟑螂啊 对了 蟑螂都是喜欢甜食 所以放糖一定在上面 对于矮小的我来说 拍楼梯实在是太累了 心功夫不会有心人 前面就有我需要的放糖 找好尽力时一口气跳过去 拿烟先挑出来 一共是收购三块小方糖 再多也拿不下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纸巾啊 前面有一只老鼠 听老爸说老鼠是私害之一 既然我拿了人类的方糖 就帮他们驱赶下老鼠 怎么一两千啊 小家伙就是来送吃的吧 这老鼠怎么眼睛都红了 那么有人可疼可疼了 我还是别上家了 要给人类解决吧 怎么都有穷着不舍啊 前面有个小洞快钻进去 差点就敲辫子了 这老鼠真是阴魂不散啊 现在进退了难 小鱼儿 前面是我坐的钉子路 往前走 天无杰然之路 是时候彰显我的哭泡技术了 一蹦一蹦往上跳 前面有个入口 跟着老爸的路线走准备错了 这里不像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啊 这里是人类给小人族制作的房子 但是从来没有小人住过 连我也不敢居住啊 一不小心小命都不保啊 毕竟形形色色的人类都有 人心隔肚皮 我还是去找纸巾吧 小鱼儿 床和柜上一般都有纸巾 懂了 这么高的手和风挂过去 观察下四周 那前面就有个平台 一路黄岛过去 轻轻松松到达目的地 仔细往哪里考 看我的掩前攻击 任务完成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回家去 好呀 终于可以回家了 拿着我的方糖去泡点紫书汁和喝 等老妈回来就让她尝尝 现在我也是一个合格的进屋小人了 还好 和我一天 优优独播